东边一望 平斩草地如瞻 接着微微的伯格达山 云横山巒 蓝气接风 千年雪风直插青天 南边乌肯山 西南俄哈布特山 和西边的婆罗可奴山 也都是千年白头 像三个骄傲的仓首老人巨作 在争执一个 永恒的神秘话题 高高在上 披视着脚下的乌鲁木齐 邪落的阳光 从他们头顶肩脖肩透下来 拢着一团团 一圈明艳归齐的盛光彩运 冰雪 御松 草树 绵绵而下 直接大草地 躺下的雪水 汇成无数条小河 纵横曲滑 平摊在城北无垠的大草原上 或成渠 或聚堂 或连坠成片 成沼泽 蓝盈盈光闪闪 镶嵌在沾荣样的草原上 大约受着雪山水源的滋润 这一带草原 也格外风盈旺盛 高得可掩满腰 低得也有尺多高 春风慢慢一荡 绿浪摇曳中 黄的花 红的花 紫的花 还有许多看不清颜色的花 若隐若现 湛露方姿 青草气息里 透着这般许多 玉拨幽淡的花香 疏必依为呼吸 清沁入腹 但觉神归魂 与心清色寿 人间许多俗烦恼 事情沉浮 荣辱宠武 都可一风 吹至乌合有香 一路上艰难跋涉 扰攘反恶心绪 都在一声深长叹息中 消弥无形 此刻转私 惊师得罪 一日三经 关盖炎凉 如影随形 念及路和长亭一别 刘宝奇 曹西宝等 寥寥数十门声 洒泪交送 都晃在昨日 而以魁阁 观河千重 云山万里 不觉情音中发感 怀难以 慢口音道 调地隔山川 音书判识卷 敢此金石心 不足声尘变 深情何所愁 赠以琴无倦 顶一灯庙郎 追溯功师恋 他念阴子传 几何荣师万 努力赴所欺 何必 时相见 韩羽再寻张密具 听见身后城下有人喊 吉老爷 老爷 转身一看 却是玉宝从街上小跑着过来 想来是已经从将军行员回来 便言城内土梯街款步下来问道 见着随军们了吗 玉宝一脸苦笑 唉 随军们奉旨调了奉天提督 新来的将军叫季度 海兰茶军门咨文请他去了娼吉 玉宝显得有些沮丧 两手一摊说 军流处的人说 娼吉城墙炸摊了 所有军流过来效力的人 都要过去修城墙 说这是赵惠军门的令 乌鲁木齐原住房的人马都开过去了 咱爷们咋的就这门晦气呢 他们来了个书办 正在店里头等您呢 说着前走 带几云回店 几云默得觉得心里一阵空恼 随赫德他认识 而且带着一封阿贵写给他的信 此人威武有力 是个粗豪人 往昔相处也还融洽 但 嫉妒却是陌生人 听说是个儒匠 自己是个儒 与人打一辈子交往 最怕的就是文官心机 和这个高高在上的儒匠怎么打交道 赵惠在黑水河 海兰茶在金鸡堡 这样落魄 还缝上了头亲不着 想到又要遣送昌吉去修城 台上扛包当苦力 这靶子年纪 游人呵斥 形同奴隶 心里又一阵悲苦 但看玉宝阴沉个脸 耿着脖子拧筋的冲冲而行 仿佛一张口就像半嘴吵架的负横劲 他无声抽动了一下鼻息 什么也没说 将军行员的军流处书办等在店里 这是个三十多岁的精干汉子 拐孤脸又白又净 留着两缕修尸的蝌蚪样的八字字须 搭着单炮眼 翘足 坐石桌旁 磕瓜子 盘子里放的是灵宝红枣 碗里泡的是龙警茶 一路没舍得用的物件 都被奴才们拿出来 孝敬了这位管事业 见几云步履牵持进来 这书办只抬眼看了看 屁股也没动 便问 你是几云 几云喂一喝腰说 啊 是 犯官几云 那书办麻利的左右腿交换了 仍旧是二郎腿 吐着瓜子皮一笑说 哼 有缘分啊 我十二岁进学 也吃过几回冷猪头肉的 不和和人争风水地 出了人命 配到这个远俄君州 你呢 人家也说是十二岁进学 连灯皇甲 官运腾达 占尽了贵之风流 不和一个蹭灯 也流到了这块从军小里 这可真是天上地下 都来敌话呀 哼 这可不是缘分吗 几云这才知道 他也是犯罪 发露过来的囚徒 大约十几个字 就在军中调剂出了个未入流 听着与带讥讽 满口得志的小人枪 心里上火 却知 却知管大鱼官命悬此人之手 只好忍气笑道 啊 天上地下都来敌话不差 我留你配缘分爽魅有罪 成先生赐教 敢问贵姓台府 也好上下称呼 那书办 喝的一声 一拍大腿 手指挤云笑道 嘿 真还有你的啊 说话都是对子 满何者押韵的啊 喂 你天天跟皇上 也就这么着 怪不得的 巴结的不错嘛 我姓罗 排好老二 你就叫我罗二爷得了 这家伙中午喝了酒 也是成姓出来寻开心的 因离得近 满口酒屁臭味 死葱烂蒜 夹着羊肉搔衫 直冲入壁 几云见他拍胸搭肩 上头上脸的往上凑 心里厌恶 也耐不得那股味 闪着身子往后退了退 双手伏袭端坐了凳子上 嚼了口茶问道 罗二爷 我已经头线报到 就请军流处长官 秉之嫉妒军门 我还想请见一下 赵军门 海军门 这都是我的朋友 经理还有书信带给他们 所有不赖小人 无不厌弃端庄 几云一旦肃然正容 罗二爷便觉无趣了 却觉得几云还端着关架子 跟自己冲大头 阴板了脸 茶碗蹲放了桌上 说道 几度大军门去了昌吉 本城要运过去十万弹粮食 支应赵军门军用 吉大人 你既犯罪到了这一亩三分地上 少不得把你的官器收敛收敛 什么赵军门海军门的 这来的犯官多了 都是拿这一套吓唬人 卢二爷我不认这壶酒钱 连关内各地数来的囚犯 但是乌鲁木齐就有六钱 这粮食要运 城要修 都和冀军门海军门这些人是亲戚 我们的差事怎么办 他站起身向北直指 城北清真四溪是官邸庙 庙北是新修的城隍庙 你们立地准备 挪进城隍庙去住 那里编的两百人一队 明天天不亮 就背粮食到昌吉 每人五十斤军粮 许带十斤干粮 运到昌吉 领条子回来再运 就这么个差事 收拾行李去吧 我在城隍庙等你 哼 说吧 哼了一声 抬脚便走了 他一带不善 兴兴而去 四个长随不禁面面相去 刚踏进一亩三分地 就把地头蛇得罪了 云安就抱怨 老爷爷真是的 他上头上脸的 是在这里管犯人多了 都是求他的 没有他求人的 咱爷们落到这地步 还和这种人 冲得哪门子大蜡呢 宋宝柱说道 这眼见是来要钱的 我们就是抱着葫芦不开瓢 这可倒好 四百里路到长吉 五十斤粮扛上去 还要自带干粮 马四道 这都怪玉宝 报到的时候 孝敬银子一地 又方便又好看 看着闹得什么事呢 玉宝一腔的没好气 冷笑道 哼 就你呢 感情的不当家 不知柴米贵 过了西安 哪一路山神土地 跟前不烧香 只剩了两百多两 都送出去 我们喝西北风啊 我给他封了五两的包 他打量我们老爷 是做大官的 嫌少 是勒脖子 讹我们来了 马四说道 我早说在西安 把银子兑成银票的 光丽光朗的 两千多 跟抬着个钱庄子 走道似的 谁见了不拨K我们 玉宝瞪着眼灯 兑成银票 这里没有钱庄 一堆废纸 好开屁股吗 马四瞎声叹气地说 嗨 侦探娘的命力 八字不照 还不知哪一天 才能回去 宋宝珠 咧着嘴 像笑又像哭 回去 放到这儿的 十个有八个 回不去的 别瞧那些老爷们 送行说的 天花乱坠 石头转 逢场作戏 卖人缘 老爷给他们 腾出个军机大臣味 已不得咱们 这把骨头 撂到沙漠汉海里头呢 也许 皇上有一天 想着我们 老爷好处呢 皇上 皇上要真心疼 老爷 怎么发到 这鬼不生蛋的地方 唉 这话是 还不是小人 窜弄得皇上 不待见了 有那个日鬼经 和珅在皇上跟前 没个好 还有臭鱼烂虾 七嘴八舌 连议论带争执 夹着怨天恨地的 说个没完 几云被他们 闹得心烦意乱 有些话 也绝不无道理 发遣出去的官员 皇帝忘了的 也有的是 蒙舍放归的 除非他亲自想起来 或有人举荐提醒 他自己的情势 自己有数 恩舍回京 是十有八九的事 但也实在担心 和珅弄鬼 对于敏中 更是有几分恐惧 趁着这时机 再查出几件 自己的事 莫道里 找驴蹄印 再容易不过了 以曾子之嫌 母子相知之身 三言杀人 其母欲强而逃 自己比得曾子 乾隆爱重 比得曾母 而且更深一层的隐忧 他不敢想 乾隆已是六十六岁的 尔顺老人了 曾祖顺至二十四岁演家 祖父康熙六十九岁病天 父亲雍正 五十八岁大行 一时有个师善 两短三长出来 一朝天子 一朝臣 万一出了那种事 也许真就把自己 断送在这里了 几个奴才 不愿事后自己培训 也自有他们的苦衷 他不善理俗事家务 也不会训斥人 虽然听出愿由自己 反倒替下人着想 思量着皱眉说道 说这些有什么用处啊 我是奉旨 折浅到这里的 他敢怎样我 我哪里也不去 就在这儿等着嫉妒回来 看他是如何发落 玉宝笑道 也犯书呆子脾气了不是 得想办法 一是再赶着去送点银子 二是我看这里马多 五五两百五十斤 一匹马就驮了 再买头小毛驴儿您骑 我们四个空手跟您走 到了昌吉 无论见着哪位军门 好歹一个炉里烧过香的 总会有点照应的 几云心中气苦 愤生说道 买马 我发钱到这儿 也是给皇上效力 没钱送着屋来 玉宝和宝柱买马去了 几云桃水洗了洗脚 合衣倒在沾铺上 一手曲弓枕着 一手把一本处词莫读 他原本是豪爽书生 能吃能睡能熬打的 自经丧乱少睡眠 已有了失眠症候 眼皮困得质色 却只朦朦胧胧睡不着 一时在养心殿和乾隆说诗词 一时又和刘庸一同 去陆庆堂看戏 一时又见余敏忠 带着文卷不严省地 从自己面前过去 一转脸 却是和珅那副 永远笑眯眯的神情 在看自己 恍恍惚惚 狐梦颠倒间 又见那个罗二爷 提着马鞭子 气势汹汹地走来 一脸凶向 马鞭子杆 碰碰碰的桌面山下 拧歪着脸喝叫 起来起来 什么老爷 到这里都是罪囚 几云浑身一个惊诈醒过来 居然真的是罗二爷来了 还带了十几个囚徒 都是满脸污垢 衣裳褂褛站在门外 罗二爷手里倒没有拿马鞭子 是两枚乌黑发亮的铁胆 敲砸在门框上还在喊 叫他起来 他见几云揉着腥松的眼起来 一插腰仰脸道 几云 谁让你睡觉的 几云一睁说道 我出过房前了 我让你到城隍庙 你没听见 我没留神 你聋了 几云身上的血 一下子涌上来 一旦凤凰落架 真的连鸡都不如 这个什么也不是的刀笔小利 一辈子下场 不得地地坐红板凳扔祸 囚龙里巴结出来的莫等无赖 要尝尝奴役军机大臣的滋味了 他的脸仗得通红 眼中悠悠闪射着怒火 一眼看见玉宝牵着马进了天井 手一摆 愤怒地喝道 把马牵到旧里 我是奉旨要见赵慧海兰查的 不见着他们 我哪里也不去 踏着一发怒 玉宝几个人也顿时硬气起来 马四便道 姓罗子 你压张什么 别说你 就是天山将军见我们老爷 他也不敢挺妖子 宝柱接口便道 两个衫子叠起 你给我出去 云安也道 和他说什么 见他们管带去 见他们管带去 四儿握着 也吟得一声 呲牙咧嘴站起身来 罗二爷起初 被众人突然发作惊了一跳 倒退一步 警觉地看看主仆五个 一时咧嘴一笑 流里流气地说 有喝 我还以为来了什么 硬撑腰子的呢 原来冲大人吃瓜 跟我闹虚头 你说你奉旨要见赵军门 好啊 旨意拿出来 给爷们瞧瞧 姬云硬硬顶了一句 说道 那是面欲 有旨意 也轮不到你来接 罗二爷黑黑嘻笑 一百下科 命难十几个囚徒 这里只有羊骨头 牛肉干 糠萝卜糙米 没有面 没有鱼 给我绑起来 押送城隍庙 马牵上 驴牵上 书箱里头有银子 小心失后着了 一众囚犯听见有银子 兴奋地嗷嗷大叫 一窝蜂排门而入 却顾不得捆人 掀奔炕上去 有的拽行李被入 有的就砸锁开箱子 狗狼一声连底翻转过来 二十几钉大银 几十两小银角子 小银磕子 笔墨只验连同书籍 顿时散落的满炕豆湿 众人高兴地欢呼大叫 揣着银子 捡着能吃的就往嘴里塞 乌鲁不清地喊 这他娘的 很够爷们打牙记得了 哎 大银子给二爷 大银子给二爷 老子要那方艳 那是端艳呢 玉宝四个人 也都扑上去 撕扯着宝那银子 也趁机往自己腰里塞 小小的炕上 十七八个人来回挤牙撕打 有的几个人同时滚成一团 摔在地下 挤云气得浑身发抖 站在一旁 咬着牙不严生 罗二爷手托下巴 只是音效 瑟尔 是指哈巴 见主人受欺 只呜呜哀伤着吠叫 无助地满地打转交集 却不会咬人 不妨被人踩了一脚 又胆怯地扶到几云脚下 缩头吟叫 屋里一时乱哄哄 乌烟瘴气 呼和喊骂叫成一团 早惊动了店中人 那住客都是外地出差来的军官 站在天井 替牙说闲话 看热闹 店主是本地人 满面陪笑 拉着卢二爷 乌里哗啦的 不知是蒙古语 还是回族语 劝说的什么也不知道 几云已气争了